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K节目月费收费表 假选你想支持的节目 如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今年7月1号摆设街站 大站位置为铜锣湾地铁站伊出口旁 纪利座字街 湾仔鹅颈桥消防局对面 湾仔秦道卫里堂 而其他街站位置为 天后兴发街入口 维园铜锣湾入口喷水池 铜锣湾牵尼斯道欺慎广场 铜锣湾牵尼斯道集成中心 以及铜锣湾伊云街 到时将会推出最新款的 5区公投全民制宪短奏支出 受价为150元正 将会在七一街站抢先发售 数量有限有买趁手 记得来啊 欢迎大家收听这个坚利地道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日的晚上 在我们身边有糖水肥仔和爆石 大家好 大家好 今个礼拜很多事情发生 即是铜锣湾书店事件 香港就 奥巴马建达拉玛 这个算小事啦 你想想 澳洲又大选了 即7月头又大选了 接着美国那边又大选了 然后 confirm 了 confirm 了 希拉尼队这个 特朗普 我真是 搞不清了他中文名 现在怎么读 Donald Trump 还有英国这个脱欧也是一件非常大的事 肯定是 我记得为什么我会知道英国脱欧这件事 我竟然不是看新闻的 我看到有一天股市 澳洲的股市跌到趴街 然后银行股跌到 为什么会跌到这样的呢 然后看一看 原来说英国脱欧 我才知道 才会领回到这件事 好像 好像 势好像很行 然后 然后 无奈就发生 就有 周 Cox 被枪杀事件了 我觉得是有点靠客的 如果你说 银行股大跌 我就觉得 因为 当然 有些 uncertainty 我觉得整件事 就是很有色彩的事 我觉得如果就算是拍 这个 荷里活电影 可以拍成荷里活电影 兼着是要一个 triology 才可以拍出 这个整个故事 你可以想象到 有个枪杀案 还有 这个整件事 是牵涉到 可以说是 大英帝国的 兴亡 就是它的历史 你可以想象到 如果拍成电影 第一 第一 未来字幕 就已经是 一件枪杀案 一件枪击案 然后一个政治的身声 相对年轻 你在政坛来说 一个很presentable的 明日之声 在工党里面的一个议员 一个金发的女郎 被人枪击 然后急救入院不治 然后那个枪手 还要是被传 就说他在枪杀他的时候 就叫了 put Britain first 是一件 那么colourful的事 而且你要在英国 这个是 英国其中一种最出名的 就是他的 戏剧 完全是很有悲剧色彩的 将整件事 你会觉得 是命运 是命运来的 其实 是不是到最后 其实都是 钱作怪呢 是不是真的因为 你拖着这个欧联 这个体系 令到 英国不断 不断 扔钱出来 而既得利益 也都是不显著 所以 才会有这么多人说 不如真的去脱欧呢 其实是不是真的拖了很多钱出来呢 因为 因为其实你现在 很多 你不知道脱了欧之后 如果公投 决定了脱欧之后 是会发生什么事了 那我又相信 今时今日 其实不会去到二十年前 会再有贸易碧壁 那些东西 跟欧洲 就是说 如果你是 扔得好的 其实我觉得 就算是你 其实你应该是 脱欧应该是 对经济负面的影响 应该是有的 没理由说 是因为要扔钱出来 去给欧洲 所以要脱离欧洲 几样东西 我看回一些数据 就是说 比如英国 他要付会员费 这个会员费 其实每年 就是平均 大概都67亿英镑 所以都 这个数字 亦都是 不小啦 相对地 那你也都 另一边就是说 就是很多 比如一些 英国的 鱼业啊 或者是一些 英国的 trading 这些东西 他都去 就是矛头指向 因为呢 这个这样的 欧盟 这件事 令到这些 这样的 很多产业 或者很多的 行业 或者是工作 工作量 或者是 这些 unemployment rate 这些 这些东西 都是 有个负面影响 所以才会有 脱欧的 有个负面影响 的想法 还有 很大原因是因为 移民的问题 肯定是跟 其实欧洲 自2008年开始 那个 金融海啸之后 处理财务的 能力 或者是 整个欧洲系统 它这个时候 需要一个改革 但是 相对 非常官僚 整个欧洲系统 这件事是肯定有关的 就是说 跟钱有关的 是肯定的 你看到 就是 欧洲是不断的 有一些国家 出现债务危机 是要一些 经济相对 经济 运作相对好的国家 去 去帮助一些 帮助一些周边的 周边的国家 说回一些 其实 其实欧洲 欧洲的背景先 那其实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 欧盟这件事 你其实就是 讲到尾就是说 除了这个历史的原因 就是 你几百年环 打了很多仗 特别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他们觉得 要 要结成一个联盟 不要再重铺 历史上 覆车 不要再 甚至乎 除了 战争之外 一些贸易壁壘 将它打破 这样的情况之下 还有 在一个 很大的 新自由主义的浪潮 这个世界要市场化 这个浪潮之下 在九十年代开始了 这个 这个 八九十年代 开始了 这个欧洲 但是 讲到尾 其实 为什么可以做欧洲 其实就是说 你 其实就是 德国和法国 这两个国家 这两个世仇 可以结盟 所以 其实你看到 欧洲 主要就是说 法国和德国的结盟 这个就是欧洲的支柱 但是英国 再加上英国 那就是 这个 欧洲系统里面 三个大国 但是英国 从来都是有一些 弱击弱来的 例如它 它又不用欧罗 它有自己的英镑 它是 不同一点的 如果你 三个大国 里面 没有了 这个 英国 当然是对欧洲的 冲击是很大的 就是骨牌效应 如果英国离开 其他都有机会 下来跟着 其实不是 如果你看回 这个组成 其实你 德国和法国 他们 这个联盟 结合了之后 假设他们 基本上 他们是 代表了欧洲 英国一直都有一些 又是又不是 其实你周边的小国 变成一个 加入入去 你那些 西欧的国家 例如 你荷兰 比利时 还有 欧洲很多小的国家 那些西欧国家 它本身 它那个经济 各方面 都是好的 其实问题在哪里 这些都不是问题 问题就出起 当它扩大的时候 去到希腊 或者去到 葡萄牙 西班牙葡萄牙 这些 固宅类类 这些 这些国家 它都收到的时候 那它就出现问题 英国也是一样 就是说 其实它 它 从来都是一个 海洋帝国来的 它又是 它本身是一个 它曾经是一个 海洋帝国 它自己是开创了一个传统 英国 然后你传成英国 英帝国的英国是美帝国的 但是它 现在没有了 大英帝国 大英帝国 不再大 大英帝国没有了 它变成了一个 美帝国 和 欧洲 帝国的一个 一个金融 跳板 现在英国的角色 就是这样的 那其实你看到 整个故事 就是 其实你看到 有几个帝国 在里面 一个就是 日落的 大英帝国 那如果你想象到 就是 你由这个大英帝国 如果你真的脱了欧 你又不是欧洲一部分 那你现在 你自己的United Kingdom 就是 它叫什么呢 United Kingdom 中文 不是叫英国的吗 总之 不要理会 中文 总之 美国叫United States 就是它有Multiple States 但是 它United了 美利坚合藏国 它United了 就变成一个United States 英国 它只可以 所以是United Kingdom 因为其实它的United Kingdom 里面有不同的国家 有英国 有斯康兰 有 Northern Ireland 有威尔尔斯 就在这几个国家里面 想象到现在 如果 你这个United Kingdom 它脱离了欧洲的时候 但是它这个Kingdom里面 它又酝酿了很多独立的 有很多独立的暗勇 苏格兰 苏格兰如果真是独立的 那其实北外独立 都很合理 那你会不会威尔斯 都独立呢 那你这个整个 可以说你整个大英帝国 就真是 从此历史上消失 那大英帝国就变成一个小英 还吊解的是 如果真是苏格兰独立的时候 苏格兰会加入欧盟的 那你就只剩下英格兰 你就只剩下英格兰一个小的国家在外面 那你到时怎样 你到时是不是要求回到欧盟呢 那这段时间香港就听得 就是听这些新闻就其实是少的 因为香港这段时间都是说一些本土 本地一些的新闻 就是这样一间都会提到 但是譬如说脱欧这件事 譬如说香港可能都 脱欧最多的层面都是用一个经济角度的层面 那肥仔 你在香港听得多不多脱欧的新闻 听得最多的就是说 那些人唱钱 是否现在唱呢 还是之后才唱呢 那些股票会怎样呢 英镑 英镑啊 美金 因为全部地点美都有关联的嘛 那譬如说 如果它真的最后脱欧成功的话 那英镑如无以外 是一定有波动 一定是很大的波动 相对于它当 因为其实当 如果英国真的脱欧的话 有三样东西 其实影响得很大的 就是贸易 投资 和移民 那先讲投资了 那如果你真的脱欧的话 英国股市肯定是颠的 颠覆那么大 那其中一间 那汇丰的总公司在英国 相对地 如果汇丰股市在那边倒下的话 你香港一定会不掉的了 你香港 和香港作为其中一个龙头的时候 你恒指肯定 倒下饱了 你这些人就不发疯了 香港人都是想这些的 你不是想这些 那些人会想这些房子会怎样 那些房子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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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我这份工作能不能够住 那些房子会不会裁员 我还没回到香港 新一能的选举也会再牽起这些 澳洲也都 澳洲的行程和英国一样的话 相对地也会有影响 肯定 是啊 而且不止是这样 还要是因为 为什么澳洲可以这样 这样的系统是 其实是英国的国会通过的 这条法律 当然是 所以其实整个牵证 那个法源 或者那个法律的基础是来自英国的 但是你不就很荒谬 当你大英帝国已经是名存实亡的时候 变成一个英国 由United Kingdom 或者Great Britain 变成英国的时候 你再这样做 你会变得很荒谬 从一个sideissue去说 United Kingdom的那支旗 整个Union Jack 到时如果United Kingdom 这个又独立 那个又 每一个相对地步向独立的时候 到时Union Jack 其实是名存实亡的 其实到时 你所有under under英联邦的国家 或者和socialization的国家 例如刘西兰 他之前打算 整个旗帮别转 其实到时来说 澳洲其实是有机会 叫做说 有一个口实去保向独立 然后我觉得 香港人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用经济方面去看 另一方面就是 你一求买 喂 那不就没得看欧冠 欧洲国家杯 欧联呢 欧联 这不就不可以踢欧联 我看到新闻 我就是欧联 我说 蛤 喂 你care 这些东西 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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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大家担心的是这些东西 所以 真是 好笑 我看的话 我个人觉得 比如说香港 反而我们想想 喂 香港 这些龟鸣派 如果 brexit 这些东西 出现了的时候 我肯定 龟鸣派 那些人都会收 收 收几下声 对不对 起码 已经不说 再好似之前 那么吸引 比如说 常常在说 香港应该 回归回归 我们英国的怀抱 现在龟鸣后到立 对 这些东西也会 相对地 有影响 但是我觉得 其实这些东西 你说是 是不是有一种 明定的感觉 我觉得真的有 而且我觉得 是无可避免的 其实英国脱钩 因为你这个联盟 本身真的不坚实 因为你真的不觉得 人民力量 没有一个 命运共同体的感觉 跟欧洲 如果你有的时候 你要亏多少钱 你都不会吵 好像我们 我们 都会贴 拿钱去贴 别的省的 那你不会 你不会因此而 骂独立的 既然你这个联盟 是不坚实的时候 你 你那个主权国家 放弃了主权 那么你之前 放弃了部分主权 那么他现在 说的主要是移民 起码传媒 那个故事 那么你 合則来 那么你不合則去 那么这个东西 是很合理的 是难以避免会发生的 所以真的有种 有种 冥定的感觉 那当然我们 吃着花生 这件事就这样 就是这样 现在就所有 Campaign 因为这个 就是 Joe Cox 这个枪击案 就暂停了 那都 我相信 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是 但是 也都 看看 看看 将会发生什么事 喂 讲一下香港 趁着 肥仔在这里 喂 你没有参加这个 向强权说不大流行 神经 没有 我想问一下 林荣基事件 自从这个上个星期 这件事之后 其实香港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就是香港那个气氛 是不是还是很说林荣基 其实现在 无论是 你 你 你自己 出来回应 到 你环球时报 他出post 接着 到香港 无论是泛民 还是建制派 都好 全部 泛民的 或者民主 所谓民主派的 就 就全部 全都 就说 要借着这件事 就去 他说 说 大陆是 没权到香港去执法 这样 就是 继续这个点 说回 所以今天 其实他那个游行 就是之前也有游行 说回 这件事 去星湖分装 说 当时有几个游 我记得 但是 主要说回 就是说 他强权说不 还有 我看到 新闻 有访问过 参与游行 就是说 他们都猜不到 今时今日 中国 中国是会 干涉香港的内政 他说根据基本法是没权的 其实这件事 不应该是今时今日才了解到的 其实一早已经不断发生的了 我觉得 我听回 大香港早晨 譬如说 皇上讲的这些节目 都是 就是说 其实今次 林荣基这件事 是用来叫醒一些港猪 因为还有一帮港猪 还在睡觉 就是我们这帮已经是 醒了那些 都对望主这些 很明显 是吧 只不过是说一些 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 以一个是 他证实了 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我 譬如说我去看回 这个礼拜 林荣基事件那一晚 其实我都是很晚才看到 Facebook被人洗大板的呢 个个都post这件事 我看才 都用了整个小时时间 去看整个 这样的记者招待会 那我不知道 我有种感觉 当然我要在这里 说声 戴上头盔先 我觉得 林荣基先生 是非常之勇敢的 还有他在做这件事 就真的是很大声地 跟香港人说 真的要再一次看回 究竟我们现在身处 这个什么处记当中 所以我对他做这件事 我是心表感谢的 还有他真的是 很勇敢的一个人 但是当我见到他旁边 那个是AV人的时候 我整个人 有点回带feel 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说什么 唐水 回带feel 我想你有回带feel 因为其实经常有些情况出现 就是说有些 其实当他是类似维权律师 那些 中国维权律师那种画面 那个feel像是六四集会之后 想拿回一些 喂 我还在做东西 还在做东西 还在做东西 我们可以找到 支持到一帮被中国打压的 譬如说这帮香港人 被人拿上去 我们找他出来 可以 或者他找我们 出来和大家做过的 招待会 去吸一下 传媒曝光 还有给更加多人知道 究竟中国的丑恶 接着我见到 咦不行不妥 之后也都是一帮 就是泰民主派的党 他们又去参与游行 又威又勢 又威又勢 又说向强权鼠不带游行 只有五百个人去 就是我在想 咦是不是这帮人 是在尝试用这件事 在九月选举之前 去尽量争取光环 或者尽量争取吸票呢 我有这样的阴谋论 阴谋论又好又怎样 肥仔说一下 其实很同意的 因为当你每一年 泛民主派他们去 比如说回六四这件事 他每一年去维远 还有今次 因为其实现在 支联会和泛民的角色 其实是大家太过紧密了 去到一个位置 其实我觉得是泛民 借助六四帮他们自己抬招 帮他们去跟市民去说 我们没有忘记 我们还在争取着 崇洋地用龙银基事件 其实只不过是说 他们借助龙银基 去发起了游行 他宣称他对强权说不 差着他们去到中联会面前 打交叉手势而已 是是是是 他差着没做这件事而已 其实我自己觉得 没错了 是需要去支持 去支援这五个人的 但是由泛民主派 好像整件事 感觉很诡异 好像他们如果不是 今年是选举年 他们会不会做得这么上心 我觉得如果他们想 吸光云就肯定的了 这个是不需要移民的了 但是其实他们反对什么 他们不高兴什么 现在我反而是有兴趣的 所以今天就想讲一下 比如说这个离地性探讨 就想讲一下这件事 我这个星期听得最多 就是叫向强权说不 我想起我们之前那几集 我们都用了一些时间 比如说在我们平时的性探讨里面 我们都有讲一下 比如说共产党最高兴 或者共产党 激怒共产党 这些这样的phrase 然后发觉想了解一下 究竟什么叫向强权说不呢 我看回这几天的报导 报纸个个都这么说 林荣基与香港人向强权说不 或者他说我都可以 为什么你不行 那些这样的句子 其实究竟向强权说不 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肥仔也透露了一点点 我觉得香港人对向强权说不的理解 或者泛民主派对向强权说不的理解 就是向着中联办打着交叉手势 这个就是向强权说不 你英文怎么译呢 又是这个 向强权说不英文怎么译呢 say no to the authority 譬如说是向强权说不 say no to the authority 这样 ok 那就是say no 你明白吗 但是 但是 say your son 就是什么叫say no 就是说不就是什么意思呢 究竟是你和别人说 别人和别人说 就好像我教女儿那样 女儿你现在立刻和我做完功课 然後我女兒跟我同學說No 她可以說No這樣很大聲地說 或者她可以說不要啦都是No的 或者用一個比較激烈的說法 比如說又用一些比較不恰當的比例 有人要非禮你的 答案是你扭身扭細不要啦 這樣是不是say no 都是say no 那究竟什麼叫做向強權說不呢 你這句句子已經說了幾件事 首先她是強權 她是強過你的 要不然就不會強權 這個authority 是承認了對方 是承認了對方的權力大過你 某程度上是的 因為她壓著你來 所以她就叫做強權 但是我意思就是說泛民一直以來 比如說這三十多年來 比如說遊行、示威 為什麼我剛才說這件事好像整個回 有個回帶感覺就是說 為什麼林榮基事件出來之後 她叫香港人 她鼓勵香港人向強權說不 第二天這個泛民主派就帶一班 就發起一個遊行叫做向強權說不 就是由銅鑼灣書店走去中聯辦呢 OK 那是說什麼不呢 OK 就是你中聯辦 星期六開不開呢 我不知道 就是或者是 就是 就好像那個情況就是 也是在維園每年燭光六四集會 那個message是說我們要向全世界說 說我們要向強權說不 這個意思 到最後都是一張照片 到最後都是一個 這個message 是完全不強烈的 就是你去著 要向著這個強權 但是另一邊商 你在這個affair 張德剛下來說的時候 你是搖頭擺尾這樣說 很開心可以和他 有四十分鐘會面時間 聊天時間 就是我見到那面第一句說 是跟他說 我不是跟你說說不 我是跟你說你 你弄走梁振英 我們不喜歡梁振英 你陰點過別人下來 這個是不是叫說不 這個不是叫說不 這個不是叫向強權說不 所以我經常都在想 究竟 什麼才叫向強權說不 大家有什麼看法 向強權說不 就是 這個是什麼意思 你覺得 這個是什麼意思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是不是沒有意思 是沒有意思的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你say no 你say no之後 有什麼後果 就是在你那裡 如果你真正說字面 怎樣解向強權說不 就是說 強權叫你做一件事 唯一迫你做一件事 你不做 是的 這樣就叫向強權說不 譬如 他選一個特首出來 他沒有經過民意授權的 你不承認那個人是特首 這樣就向強權說不 即是說你現在就應該不承認 梁振英是你的特首 就是這麼簡單 你不會去要求他 陰點過第二個 下來 對 另外另外一件事 就是向強權說不 的時候 你不可以有另一篇說 我向強權說yes 你不可以 港珠澳大橋撥款下來 你不會say yes 的 譬如說你這個 就是東江水 繼續這樣湧下來 你不會say yes 的 三跑 下到來 這個這樣 你就會說不 但是你都要看清楚 究竟這個強權 我們講的是 這個港府 是這個強權 還是中共是這個強權 你不可以say yes 我們經常說 之前 阿唐水利都說過 什麼叫對準政權 又是這些死亡相 OK 現在我們連誰是強權 我們都未搞清楚 不是 但是他們怎樣說不聲 即是他們 即是等於建設民主中國 你怎樣建設先 不用去 you know gun you know gun you know gun 怎樣建設 這些terms 就真是很害死人 即是我們說 這個在Facebook打個交叉 就叫強權說不 不是 強權不知道的 或者你這個說不 是對強權完全沒有影響 OK 有快感 即是另一邊說 就是譬如 之前我們的政改 OK 我們僥倖地 因為一些其他的元素 令到這個政改 即是過不了 這些就是叫說不 但是這個不是因為我們 同心合力地向強權說不 只不過是一個僥倖地 因為等著發叔才說到不 OK 所以這個是 即是我們要想清楚 究竟這班 九月了 選舉了 OK 我們要去投票了 究竟我們 我們要投給些什麼 什麼的人 什麼政黨 才可以有效地 不是靠著遊行 向強權說不 這些你們自己領回 即是聽眾大家自己領回 當然我知道 即是在MyRadio聽得的 你都是投過一兩間的 OK 但另一邊說的就是 即是另一邊說的就是 你不是說我在Facebook 在Propile Picture 黑曬 或者穿黑衣 就叫向強權說不 即是完全對他們沒有影響 即是這個完全不會是向強權撕倒壓的 OK 所以即是 即今天我就是想帶出這一點 什麼叫向強權說不 我們之前有其實有說 公民抗命那時候 即是雨傘革命那一陣子 我們其實都有說 這些其實是一個說不 其實是 是的 其實公民抗命譬如說 我們不交稅 那就是向強權說不 OK 或者我們去 即是 我們是去 譬如說你們 剛才唐水你講過 我們去 即是不承認這個特首 OK 這個就是向強權說不 但是 但是這一點 究竟是 即是 你去參與遊行 就解決了 簽了 打了卡就這件事 還是 就是用另外一些的途徑 向強權說不 這樣 那其實這次 這個遊行 都是一個契機 你見到 香港人其實是好了一點 為甚麼這樣說呢 即是這次這個遊行 即是 劉明基事件 第二天立刻搞遊行 都得過五百多人 那你見到其實 那個效果是 你會知道 香港人其實已經知道 這些事情已經不是叫做 不算叫做 向強權說不 這樣 你自己生活在香港 你怎樣想著 怎樣向強權說不 我的強權說不 就是說 如果他要我們 依照 基本法 甚至乎 要我們去承認 一國兩制 甚至乎 要去承認 中國就是我們的 回歸了 即所謂回歸了之後的 那個主權國家 我這件事一定 我一定不承認 那即是你要 如果你拿著那款護照 當然你拿著那本 是澳洲護照 但如果拿著那本 是香港 即是特區護照 你又剪了它 基本上 是甚麼意思 那最低最低限度 起碼 回鄉卡 啊 剪 起碼我一定不會回大陸 第一件事 不要回大陸 神經病 第一件事就是 不要回大陸 OK 做事不要找中資 不要找中資的公司 還有一件事很簡單的 就是 你 譬如說 香港早前有很多水貨走私 有很多 譬如說 有很多大陸人來香港的時候 他們會 即咬咬咬咬咬 你是不是一定要去 奉承他們呢 我也不是 即其實 你是不是去到踢她的行李 是不是 我會去借 我不是 我不會去借他們 但是 我是會 譬如說 可能我身形比較大 所以 尤其在地鐵裏面 明知沒有位置 還要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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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要看回 我想 為什麼我問這個問題呢 其實是拿一個 Trap Trap來的 其實那群又不是強權來的 你明白嗎 那群是 那群 強權活在 強權底下的人 我們每次回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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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中間 我的意思是 宇鑽終近 這個後만 這是大影響永續的 這一些矛盾 仲仲仲仲 nhân 是減輕寫大不好 糖水你覺得有什麼例子可以作為向強權說筆的例子呢? 向強權說筆?你問我嗎?我覺得是獨立是基本的 但我覺得這件事有些事情是挺有趣的 譬如陳大文分享出來的《蘋果一報》 《被失蹤真相,大尊少女生氣爆上街,無號》 為什麼中共可以這樣做,這樣但好? 好像換了另一個時空 這傢伙有病,這傢伙有什麼大尊少女 平時在山洞裡住 什麼事啊?這麼奇怪的事情都有 所以林明基事件就是叫醒這班人 但我想說清楚就是一國兩制的問題 所謂一國兩制其實如果你說破壞了 如果你說兩個制度就是中國就行他們的... 不知道他們是什麼制度啦 香港就是行既有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件沒有破壞到一國兩制 他過關的嘛 不是啦,他過來執法而已 那你那些李斯煙啊 或者是你那個中國外交部都說啦 發言人都說啦 他說香港是中國主權各的一部份來的嘛 香港的主權是屬於中國的嘛 但是其實現在你們做什麼呢?香港人 所以問題就是其實不是啦 我就老實說啦 就是說其實香港的主權不是屬於中國的嘛 那這個就是事實 這個就是所謂一國兩制 但是沒有說出來的潛台詞嘛 就是香港的主權不屬於中國嘛 那你何謂一國兩制呢? 為什麼會有一國兩制呢? 就是當然你說法源就是中英聯合聲明 然後基本法 然後就搞到今天這樣啦 中英聯合聲明被人取消了 那你就沒有啦 那這件事已經破壞了啦 但是現實上 為什麼政治現實上會有一國兩制? 所謂一國兩制就是... 不要說什麼所謂一國兩制 為什麼現實上會有一國兩制呢? 就是我想有99%的香港人都會覺得 就是因為要中國共產黨肯制 就是他們肯守 所以香港才可以是獨立於其他中國的地方的 但是現實是不是這樣呢? 但是99%的香港人不認知的就是 其實香港只可以存在 除了因為中國的肯守之外 就是要美國的肯守嘛 那這件事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的 那為什麼中國會肯守 因為香港的獨立是對它有利益的嘛 那就是說 怎麼知道 香港的存在是需要 美國的肯守呢? 很簡單就是說 當然要追溯回香港的特別法 我好像叫做 那就是說其實你一個國家 就是趁這個... 趁這個... 那就是你所謂的國際社會的承認 那就是你所謂的國際社會的承認 那譬如你在澳洲 你無端端不會說 我不會承認香港了 我當它是中國一部分 譬如你拿香港的護照來 我不當它是香港人 我不... 我將它當作跟中國來 中國的護照一模一樣的處理 那你澳洲不會這樣做嘛 因為你澳洲 會看美國頭的嘛 所以你... 所以其實... 所謂的國際承認 就是美國的承認咯 那所以... 縱使這個美國的... 美國的香港特別法 它不是... 它不是干涉你內政啦 它只不過是... 它自己內部決定 怎樣去... 看待你這個香港... 這個這麼奇怪的物體 只不過是這樣而已 它絕對不是... 肯定不是干涉中國的內政 甚至不是干涉香港任何的事情 那但是... 它就決定了... 一國兩制的存在 其實是中美之間決定了... 香港... 有沒有香港這個地方 那香港人... 要搞清楚這件事情啦 對... 對... 即不是好像想像中說 我們可以真是說得好事 其實有些時候 或者... 但是... 亦都... 不是... 但是你就要利用這個... 這個... 這個... 空間去爭取你自己... 自己的... 這個... 這個... 形勢去爭取你自己的... 存在空間嘛 生存空間嘛 是啊 就是... 我覺得... 到最後... 一國... 就好像中國和台灣那樣 就是... 一國兩制各自表述的... 我相信... 我相信... 其實現在已經是... 這樣運動的... 只不過沒有人這樣說 但是... 一國兩制各自表述... 這樣... 但是... 我們今個禮拜... 講到這裡啦... 我們... 下個禮拜... 我們... 下個禮拜... 再跟大家見面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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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要柔個禮拜... 對... 我這個老頭... 感谢观看